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说到了供应链 供应链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供应商 对于供应商的一个选择和管理 就像刚才合规禁止尊调查 以及项目管理一样 对于供应商在供应链管理当中的 一个合规风险的体现 我们也是要求要有一个 全周期的跟进以及管理 与此同时我们所倡导的 首先第一要把所有的要求和规则 统一细化并且非常透明的宣传出来 其次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平台 去管理所有公司以及子公司 运营公司相关的供应链的管理的业务 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就是人工去处理一件事 肯定没有通过一个电子流程 或者说一个电子平台 去实现这个管理来得更透明 所以呢 在尽可能把这个操作的流程 以及管理的事项 自动化的这么一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肯定会用这个工具 和电子化的这个流程 来去替代一些相关的人工的工作 那么就供应商管理而言 就像刚才所说 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 从这个供应商的分级 然后到发展这个供应商 选择并且认证它 然后到我们去调整 我们供应链相关的战略措施 然后到做出每一个采购决策 之后对于该供应商业绩的一个评估 所有的这些环节里面 都会有不同的合规的评估 那么这些流程 就像刚才项目管理那里面所介绍的 实际上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合规风险 那么也会考虑到 这个复杂度不同的合规工作 所以这些都是通过 这个统一的一个平台来去做管理 那么这个是供应链管理当中的合规评估 那么对于每一个供应商而言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不可能也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做体现 其实更多的是跟供应商的合同 以及跟供应商的沟通 那么所有的要求 在我们公司来说 会落实在一个供应链可持续性发展的 大的环节之下的一个行为准则上面去 那么在这个行为准则里面 我们会就所有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及西门子公司对于供应商合规管理 这方面的要求 做一个细化 并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法律法规和 西门子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 全都搬在这个行为准则上 而是说根据这些规则 做出一个底线的描述 那么很简单 我们会从遵守法律法规 然后包括我们西门子合规体系 所涵盖的那些范畴 反腐败 反垄断 人权 数据保密 出口控制 这些方面 做出底线的一个描述 那么一旦供应商签署了 这样的行为准则 就表示他承诺遵守相关的这个合同 或者说行为准则当中的规定 那么如果说这个供应商是这样 他自己有更严格的这种行为准则的要求 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是不冲突的 但是呢人家说你这个我不养钱 我自己有更严格的 那完全可以 但是就我们公司而言 这个是需要很清晰的记录下来 为了以后的这个审计 或者是为了做一些相关的说明 对吧 我们要有据可依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审批流程 一旦供应商拒绝签署这个行为准则 我们要有一个法律部和合规部 都介入的这么一个审批流程 然后来去记录 为什么 记录这个原因 这个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人家肯定有更严格的要求 或者是说 本身也出于这个供应商本体的性质而言 他不可能对任何一家公司 做出这样的承诺 就比如说 我们的一些国外的同事 被派到中国来 然后公司会帮他们去租房子住 那么这个房子在咱们中国 一般全都是个人所拥有的 对吧 那么跟这些个人的房东 去签署这种租房协议的时候 肯定是公司出面 代替这个外国的同事去签署 那么这个时候 我不可能要求这个房东去签 这个西门子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交易的模式 就不是一般的这种商业 或者说我们做项目 我们做产品业务 这种交易模式 所以我不可能要求这些房东 也跟我们的一般供应商一样去签署 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个例外处理 就这个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并不是说一个准则 就对所有的业务一一适用 而是我们要根据这些业务本身的性质 以及模式 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应对 好那这个就是供应商相关的管理 那么再到我们的出口控制 实际上出口控制 在现在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 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了 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出口控制法 那在这些法律法规里面 所相关的要求 所相关要注重的点 都是什么 那都是我们在防范 这个阶段要去定义出来 并且要求每一位业务成员去严格遵守的 就出口控制而言 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检查的点 比如说这个出口的货物到底包含什么 那这些货物到底运到哪里去 谁来收这些货 那这些货到底用于什么用途 然后最后这个货款如何给付 这些点都是我们根据相关出口控制的法律法规总结出来 在公司内部我们要去澄清的一些点 那么就总体而言出口控制 我们通过两个工具 或者说一个工具的两个模块 来去处理最终用户 以及产品目录 这两大块的内容 那这个工具叫Damax 就是现在我这个胶片上面所呈现出来的 那还是通过这个工具 我们很容易可以把相关出口控制的这些 最终用户以及产品目录的信息录进去 然后可以帮这个员工实现第一 清晰的看到这些信息 到底哪些是被目的国 或者是因为最终目的地所禁止的相关军事和领域 这种制裁的这些企业或者是个人 那么其次就是哪一些产品 是会落在咱们出口控制的这个列表里面的 那么就出口控制而言 我们认为首先这个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实时的监控这些出口的交易 这个实时呢是指 对于咱们自己交易层面上的 每一笔交易 每一笔货物的出口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监控 然后同时呢 要对外部的法律法规 要有一个实时的监控 那么这个工具里面所有的设置 都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更新的最新内容 做出调整 那么同时出口控制嘛 出口肯定是不是咱们国家一个国家的事 肯定还会涉及到别的 适用的国家 比如说我的货物出口到了伊朗 或者说我的货物出口到了其他 这个比较敏感的国家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交易 一定要体现出来 是一个全球的平台 那不仅仅是在中国 比如说西门子中国 我们有独立的财务结算系统 那么可能在西门子伊朗 也有他自己独立的财务结算系统 那么对出口控制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这个Demax的平台 是要连接西门子中国 以及西门子伊朗 这两个国家不同的财务结算平台的 这样才能保证说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易的监控 那么所有这些系统里面的风险信号的设置 都要体现出来一个实时监控的这么一个作用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出口控制的监控 只局限于每一笔交易 或者是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个人相关的这个监控 我们所基于的是一种大数据分析 就是现在这个电子时代 数据很多 就在于大家怎么去用 那么通过这种大数据分析 以及风险的可视化 我们就很容易的看到 现在我们业务的走向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这个出口控制 合作管理的重中之重 到底在什么点上 这个都会做一个很清晰的呈现 就包括报表 那你有这么一个平台之后 比如说任何的职能部门 或者是管理层 他需要各种各样的报表 或者说他需要这些数据支持 来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就能拿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那么更好的一个好处 就是人工成本大幅缩减 大家都知道出口控制相关的 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很多 而且他内容涉及的很广很复杂 那可以想象如果所有的这些事都靠人工去处理的话 这个企业的成本就比较有压力 那么用一个很好的工具去管理的话 肯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注意的 那这是出口控制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这个礼品款贷 礼品款贷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话题 在咱们看来 和这个项目管理啦 和这个供应商管理呀 然后商业伙伴的管理来说 那个涉及到的金额都很大 礼品款贷金额很小 但是它也很重要 因为不仅仅对于这个 咱们中国自己的法律而言 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些适用的 反腐败的法律 里面都有相关的要求 比如说一旦你要给政府官员 提供任何超出正常水平的礼品 或者是款贷 都可能被视为贿赂 从而受到惩罚 所以呢 我们就这么一个现状 然后开发出来一个小工具 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小地图 也不是小地图了 这是世界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上面 大家看到高亮颜色的 这些区域 都是西门子有业务的区域 那在这些国家所设计 或者说这些国家所颁布的 有关于礼品款贷的 相关的要求 都会在这些地图上呈现出来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业务同事 出差到某一个国家 进行一些项目的接洽 或者是其他业务活动 那么需要邀请当地 属于政府官员这一类别的客户 进行一些款贷的活动 或者说送一些礼品 那这个小工具 就会给他们第一时间的一个参考 他们可以把鼠标 移到相关的这个国家 然后呢他就会蹦出来 一个提示说 哦这个国家 这个对于礼品款贷的 法律法规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 通过这么一个小工具 来告诉我们的业务人员 到底这个在礼品款贷 这个层面上的 合规风险是什么 他应该怎么去做 做出怎样的应对 那么就防范来讲 刚才咱们所介绍的 全都是一些特殊 业务方面的一些 合规管理的工作细则 那么其实很重要的 一个防范的措施 还是沟通 宣传 培训 告诉我们每一位员工 合规管理到底有多重要 让他们去接受 合规的这么一个概念 实际上合规这个概念 在西方开始的时间比较早 在很多这种发达国家 他们都有比较成熟的 法治体系 所以合规这个概念 在相对于咱们国家的 人来说 他们会有更强烈的一个认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 做合规管理的 一个重要工作 不仅仅我们合规官要了解 合规到底是什么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们还要告诉身边的 每一个人 而且让他们接受这种概念 所以呢 这就要求了一个有效性 就不仅仅是我说了 我干了 这件事就从我的工作列表上 给划去了 而是说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 因为不是你去说一遍 人家就能认可了 不是说你给到一个宣传材料 人家就完全理解了 那么这个持续性呢 不仅仅体现在时间层面上 更体现在这个宣传的方式 以及所运用的方法 那么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 从最开始 我们也是这个高压态势 组织所有的员工 一场一场的合规培训 但是实际上看下来 这个效果 到底有多有效 也是一个问号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种合规培训 打散 首先打散到 业务每一个小的团队 然后不仅仅由合约官来讲 更多的是要求 这个经理人去讲 我们合约官可以培训 所有的经理人 然后由经理人来去把 合规的重要信息 传达给他的团队的成员 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方法 有的时候就是 员工可能认为 你合规 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你说的话我可以不听 但是他的上级领导所说的话 他肯定得听 所以我们认为 把这种合规培训打散 由经理人来去讲 会更有效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发现 另外的一个发现呢 就是我们要结合 现在的新媒体 来去做一些 合规的沟通和宣传 比如说这种老式的 就是这个邮件 或者是这个杂志 或者纸质的这种 宣传海报 这些 这是老式的 但是现在呢 其实我们更多关注的 是这种电子信息 社交平台 所以呢 我们会 首先用我们内部的资源 比如说西门子内部 自己有一个社交平台 是Yammer 然后我们在这上面 会发布一些 合规的文章 合规的小更新 合规的小提示 那么同时呢 会利用咱们 中国特有的 这种社交平台 比如说微信 我们有自己西门子的 这个内部的一个公众号 那么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 会定期的发布一些 合规的文章 然后这样大家只要是关注了 西门子的公众号的员工 就都会收到这么一个推送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把一些合规的故事 合规的案子 拍成一些电影 当然是小电影 然后由我们自己 合规官来去演 就等于是自编自导自演 然后来去讲述 合规的重要的信息 重要的事件 以这些方式来去引起 更多员工的关注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这四个小视频 是我们之前拍过的 那所有的这些演员 都是我们自己人 然后所有的这些故事 大家可以通过标题来看到 说我们首先有一个礼品款贷 相关的 然后呢 我们去讲述 这个隐私数据保密 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采购的舞弊案件 我们用这种电影的形式 呈现出来 还包括销售的舞弊事件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这个是 基于这个一个新的手段 然后来很生动的呈现 合规 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大家需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些新媒体平台 比如说微信的公众账号 比如说一些内部的社交平台 把这些视频推送出去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 摸索出来 总结的比较有效的 沟通的一些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那么所有的防范的这些工作细则 说完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监察 在说监察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刚才我提到说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给所有的人 提供一个多渠道的 有效的举报平台 为什么说举报平台很重要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句话 叫民不举官不揪 实际上这个是有很深的哲理在背后的 那么我们确实有着比较全面有效的 管理的体制和系统摆在那 但是人无完人 对吧 而且公司很大的时候 你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员工 都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肯定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故 或者是违规的行为 而且不可能被容易发现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有效的举报平台 就会起到一些弥补的作用 那么一旦他们这些违规行为的利益链上 出现任何的断裂 那么就会出现吹哨人 那么这个人如果通过一个有效的平台 他认为可以保护他的隐私 可以保护他的身份 可以保护他的安全 那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把这件事举报出来 那么在新门子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全球的举报平台 是独立于新门子任何一个组织的 叫Tell Us 翻译成中文就是告诉我们吧 那这个举报平台 首先他可以通过电话举报 他也可以通过网页的形式 书写他想举报的内容 他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 然后在电话举报的时候 我们也是配有在线的翻译 支持13种语言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举报的平台 那么其次呢 在每一个国家 我们都会有特有的一些举报的渠道 比如说在中国 我们的这个合规办公室 我们有专门的热线电话 那同时这个也是一个举报的电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去举报 这个都是独立于业务运营的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邮箱 这个邮箱是加密的 就是除了收一些其他的这个咨询问题以外 他也可以给这个邮箱进行一些事件的反应 也就是举报 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西门子雇用 就是等于西门子公司雇用了一个第三方 设计了这么一个TELUS举报平台 然后西门子雇用我们这种本地的合规官 然后来去做这种举报相关的处理 那么这是西门子自己雇用的 那么第三块呢 就是一个独立的 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 这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在德语里面他叫Obertman 那这样一个律师的角色 就等于他独立于西门子 独立于任何一个业务组织 然后我们认为可能举报人会更 有信心来对一个第三方去述说 他自己的遭遇 所以呢 这个第三方的律师也是一个比较有效 接受举报的这样一个渠道 但是目前就西门子而言 我们只是在德国总部 有这样一个第三方的律师 在做这件事 在中国我们并没有 因为考虑到就是咱们的国情 考虑到我们所出的这个环境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国内律所的这些 这个合作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 但是不表示说 这个以后不会有 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发展当中 所以这个是目前所存有的 在西门子这边举报的一个渠道和方式 那么如果您有任何想对我们说的 比如说我们西门子这边被您发现的 跟您的业务合作当中 有任何这种非法的违规的行为 也请您通过这些渠道 跟我们反映 那么接收到这些举报之后 我们怎么去跟进 这就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调查流程 拿出来跟您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收到了这个举报之后 我们会先进行 针对于这个举报事项的一个核查和评估 来去决定说 哦这个举报是不是一个真实有效的举报 因为有的时候嘛 员工还是想发泄一下 就是对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比如说人事相关的啦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 他的这个遭遇 他想发泄 那么他也会用我们合规举报的平台 来去做这样一个发泄 所以呢在这一步 我们就会把这些律出来 那么该转送给人事的 转送给人事 该转送给安全部门呢 就转送给安全部门 那么把真正的合规案件流出来 然后进行接下来这个评估 就是说这个案件 到底可能会涉及到什么级别的人 可能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案件 什么体量的一个案件 然后针对于这个评估结果 出一个调查令 那么这个调查令 都是由总部那边统一签发 然后签发了之后 分发到相应负责这个案件 所在国的调查员手里 那么这个调查员 会统一进行调查的规划 以及这个案件的调查 那么调查之后发布调查报告 所以呢 大家就会看到说 这个调查工作 首先是独立于业务 其次独立于合规 再其次独立于法律 也就是说在西门子 我们的这个调查组 是独立于任何一个业务部门 和职能部门的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调查组的这个牵头人 实际上他是直接对首席合规官 进行汇报的 他手底下的调查员和我们这种合规官 不管是在国家的 在区域的 在总部的 没有任何的联系 那么在整个案件 调查过程当中 合规官都不会介入 都是由这个调查组 独立完成的 那么我们的介入 只在发布了调查报告之后 我们会拿到这个调查报告 然后同时呢 这个调查报告也会发给 相关这个案件 所涉及到的嫌疑人的业务经理 那这个业务经理肯定不是直线的 都是上一级或者再上一级 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 那么发到那之后 我们再去联合业务经理人 联合人士 法律 以及其他相关的部门 进行一个后续的纪律处分 以及更正措施的跟进 那么这个是调查的一个流程 那么总体来讲 我们的调查基于的两大原则 首先第一还是无罪推定 就是并不是说我们收到了一个举报 然后我们就说 哦 那这个肯定是一个真实的 这个人肯定有罪 我们就往有罪 从有罪这一点去出发 去给他找证据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我们认为 所有的员工都是无辜的 除非 我们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 证明 他做出了一些违规的行为 我们才会认定 他是违规的 那么第二大原则就是 我们会保护员工的个人信息 不被侵犯 而且我们本身的这个调查的过程 也不会侵犯 这个员工的个人的这些权利 比如说我们不会去调 他的工资卡的这个 所有的交易记录 我们也不会去擅自的调用 他的公司的手机通话记录 就乃至他公司电脑 我们都不会擅自的去做一个处理 都是在这个调查签发令 签发之后 然后根据案情的需要 联系这个相关的法律部门和合规部门 来去确定说 如果现在我们有需要要去复制 这个员工的电脑硬盘 来去做一些数据分析 那你们认为可以吗 那么如果合规和法律都认为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调查员才会去通知这个嫌疑人 然后让他把这个电脑交出来 然后把硬盘做一个复制 然后再去做数据分析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流程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有关于合规案件的处理和跟进 那么我们认为 首先在监察这一大块下面 举报很重要 但调查也很重要 那么一些这种违规的行为 其实完全都是靠有效的调查发现出来的 那么与此同时一些 这个业务层面上流程的薄弱环节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要弥补的 这样的一些指导原则 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是 都是通过合规案件调查才能发现出来的 那么在最后呢 我想就这个 我们这么多年 合规管理的一个操作经验 然后帮助大家去总结一下 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实行合规管理体系 那么它最低的组成要素 到底都包括什么 当然这个不是一些就是理论层面上的 或者是可以写进那个一些指导原则的这么一个内容 而是说我们基于我们自己实际日常的操作 然后给您总结出来的 以供您参考 首先就是合规文化 这个我们认为它是这个合规体系组成里面比较基础的一个要素 如果要进行合规管理 你就要建立起来企业里面的一个合规的文化氛围 那么怎么建立呢 就像刚才说的 首先高层要给出一个态度 要有上方保健 能让所有的合规官去推行合规管理 能让每一个员工去理解和认识合规管理的重要性 并且去遵守 所以呢 高层的态度很重要 其次就是有效的沟通和培训的机制也很重要 要去保证这个合规文化的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进程 然后之后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合规组织 那么合规管理离不开人 都是人在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 所以合规组织的设立 实际上是在企业里面推行合规管理的重要要素之一 那么就像最开始所介绍的 合规组织的架构 首先需要贴近业务的模式 贴近业务的架构 然后与此同时 合规官要有足够的授权和任命 来去让他们有能力有权利 去执行合规管理的相关工作 之后就是合规制度 很容易理解 合规管理肯定离不开一个制度的建设 那么在制度里面 就要明确 我们公司的合规管理到底涵盖哪些合规的话题 那么在这些话题向下 到底有哪些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需要去遵守 那么同时这些规章制度是需要定期更新的 而且要根据所在国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更新和设置 那么之后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不是单单就说我要管风险 我要去重视一些比较高风险的领域 而是说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评估的机制 针对于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 其次就是对于这种机制 以及相关于这个风险所做出的应对措施的执行 要有一个定期的检查 要根据这个业务模式不断的变化 来去做出相应的更改 其次呢就是监察整顿 监察整顿在这一块我们认为 首先刚才提到的有效的举报渠道 其次就是有效的针对于这些违规行为的跟踪调查和处分 那么就像刚才所说 我们不期望说这个合规体系可以很完美的 在企业里面被每一个人执行着 更多的是我们把一个大的框架设置好了之后 同时我们也有有效的机制去发现 并且跟进一些违规的行为 这个是对整个合规体系运行的 很好的一个弥补的作用 那么之后呢 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公司所用的小工具 就实际上合规官也好 或者说业务经理也好 不可能实时的陪伴在员工身边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期望每一位员工 在他们工作的前线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可以做出公司 所能接受的商业决策 那么有的这个员工就会提出来这样的问题 就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样的决策是对的决策 我也不可能说我什么这个时间都可以打电话给合约官 然后去问他我这么做决定行吗 对吧 所以呢我们考虑到这些要求 然后呢就把我们自己的商业行为准则作为一个基准 然后给所有的员工列出来这五个问题 是否是对公司有利的 是否是符合公司价值观的 这是第一大类 那么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这个是一个基本 那第三就是公司的形象是否会因外媒的报道而受到影响 那你做出来这个决策 如果一旦被报道出去了 咱们公司的形象会受到影响吗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关心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个决定 比如说你可以想想你做出来这个决策 你的上级会怎么看 你的朋友会怎么看你 你的亲人会怎么看你 然后再到公司这边 如果咱们把这个放出去 公司的股东会怎么看待 就是都是我们关系的人会怎么看待 那么最后就是如果做出来这个决策 你是否准备好为这个决策承担责任 一旦这个决策被认定是错的决策 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吗 那么这些问题我们提给每一个员工 然后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小工具 如果你在做决策之前你过完这五个问题 你都能很自信的说是 没问题 那我们就告诉你这个决策是一个正确的商业决策 如果一旦有哪个问题你含糊了 你不能这么自信的说是 那就请你再考虑再三 然后如果实在拿不准 就再咨询合规官或者是咨询律师 这就是我们所给到每一个员工的一个小工具 然后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最后呢就是也是一个展望 因为毕竟我就像刚才说的合规管理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要跟着业务边 它要跟着大环境边 它要依顺这个现在的一些大的趋势 然后与此同时要有效的去运用一些好的方法 好的手段 好的工具 来去完善自身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展望 就是在这个大的数字化的年代 合规管理也需要数字化 那么体现在说 我们现在大数据 这么多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所做的收集的供应商的信息 收集的商业伙伴的信息 收集我们自己运营日常的这些财务信息 那么针对于这些数据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有效的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的呈现 来去在第一时间发现一些合规的风险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而且我们也认为 这个是将来合规管理工作的一个大的趋势 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比如说运用一些大数据分析 和风险可视化的这么一个手段 然后可以就案件处理 项目管理 以及赞助捐赠 或者是第三方的禁止调查 和这个风险模型相关的分析 然后做一个应用 当然我们现在拿不出来一些具体的这个成果 这个也是与君共勉 我们认为合规管理以后 肯定这个大的方向 或者说可以做的这个领域 就在这个方向上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这种工作成果 也特别欢迎大家能联系我们 然后跟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和分享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 所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